大家好,我是天宇,来到了光阳的奥体路的旗舰店 看一看这款光阳新上的New Manny 这款车可以算是小踏板里比较精品的一代车型了 咱们从外观看上去,这个有点类似于复古的风范 有点像其他的品牌,你像飞杜斯或者五阳本田的TAPA 或者新大洲本田的110Q 踏板车在125级别里带前后ABS的车型并不多 这款车前后都是标配着ABS的 主要有ABS的车型,它必须都有着前后的叠杀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边这是双火塞的卡钳 然后咱再看一下后边的刹车盘上的卡钳 后边的刹车盘上的卡钳应该是个单火塞的卡钳 所以说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在刹车方面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个坐筒空间相对来说已经算是小踏板里比较大的了 又大又深,估计这样的话你今后放手套啊,放雨衣啊,放包啊,这个都非常的方便 可以看一下前面,它的这个油箱是一个前置式的加油口 里边的油箱容量是5.5升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这个USB口啊,是在侧面,这个侧面的好处,今后你下雨的时候不会存在着淋进去失水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它有两个挂钩,这边有一个前置的挂钩 这边坐垫这里同样和那个光阳的ARKS一样,也是这里有一个挂钩 目前台湾省的光阳NEW MANY 125总共是到了咱们这边200台 全都是以整车形式送过来的 仔细看这个车的外观啊,你会发现台湾省的光阳和长洲的光阳 在做工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相对来说台湾省的光阳给我的感觉做工啊,汽水啊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像视频的开头所说的,在125级别里,带前后ABS的车型并不多 有着复古外观的车型也不多 带ABS的,以前在我印象里只有三阳的飞度四 现在大家伙又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光阳的NEW MANY 125 这款车虽然是四气门,但它是风冷 水冷和风冷应该算是各有利弊 相对来说水冷更适合跑长途 但是反过来说风冷发动机,你用它市区里通勤上下班待步使用 结构简单,出现问题的概率会更小 不过给我个人的感觉,虽然这款车配置比较高 但是16800的价格有些小贵 不知道下一步如果这款车完全是由长洲光阳来做 价格是否会做调整 总之吧,选择这款车的朋友们应该是属于不在乎价格 注重配置,注重颜值,注重安全性的模友们会去选择它 这款车的具体数据咱没有说改天吧 咱做一期它和三阳飞度4的对比 大家会觉得16800台湾省整车过来的光阳NEW MANY 你会动心吗?欢迎咱们共同讨论一下 把它写上了 觉得可以了 我们是否会 我们在车地付词 我们可以在车的车上 被车 我们是我们的手机 并组组组组 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